这个美艳妖娆的女子正在翩翩起舞 看得一旁的李隆基是心仰难耐 李隆基是武则天的孙子 真可谓是遗传了他家族风流倜傥的秉姓 是一枚妥妥的官二代 他只因在七岁的时候说了一句无心之言 这是我家的朝廷殿堂 干你什么事 惹得武则天大为不满 下令将他的母妃问斩 还把他发配到陆州当林子王 时间飞逝一晃二十年过去了 一代女皇武则天也走完了他的一生 武则天在临死之前 把皇位又传给了他儿子李显 可奈何他老婆为皇后 是武则天的铁杆粉丝 一心想把大唐天下过户道自以名下 这时的李隆基虽然远在陆州 但也不能幸免于难 家里监视他的人比他家的蚊子还多 于是他每天装作沉迷于纸醉金迷的生活 身边的人都夸他是一个套马的汉子 风流又倜傥 晚上官员邀请他去会所唱歌喝酒 李隆基自然也不会推辞 说起唱歌喝酒 这天下还没人能比的过我李隆基 他一眼就相中了眼前这个楚楚动人的五娘 正准备上前进行下一步的时候 他家的佣人来告诉他家里有事 他无奈只好匆匆离开 走时还不忘提醒官员 别忘了把这个妞给我留着 回到家中 他收到长安传信 他疏离险已经驾崩了 现在朝堂之上为皇后是大权在握 马上就要学习武则天当下一任女皇帝了 李隆基越想越气 当即决定要干票大的